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建造厂突然消失的消息被外界广泛关注 毕竟这艘航母并非之前的山东舰和辽宁舰 满载排水量有望超过8万吨 采用直通式斜角甲板的设计 搭载电磁弹射器和先进缆组装置 属于一艘现代化航空母舰 甚至由美国媒体认为 003型航母采用了福特级航母的技术 却是小鹰级航母的船体 整体作战性能应该非常接近尼米兹级核动旅航母 唯一受到限制的就是 003型航母的续航能力和自持能力 因为没有采用核动力反应堆 时期的作战时间又受到了一定的约束 但是作战能力却不容小区 而在近时有媒体透露 位于上海长兴岛上 江南造船厂的四号船屋 已经在上个月就完成了清空处理 目前已经有一艘新型大型水面战舰 已经在里面开始进行合拢建造 外界一致认为 认为该舰就是我国的第二艘国产003型航母 从军山后者发布的航拍照片来看 位于四号船屋的新舰已经开始合拢建造 目前大概已经完成了30%的建造工作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将有望在11到12月份左右完成全部的建造任务 在年底正式下水开始西装工作 而按照现阶段 国外发布的数据和报道来看 003型航母的具体数据和信息也越来越清楚 特别是空客公司发布的飞行照片 基本上可以确定 003航母的水线宽度在40米左右 这也就可以基本判断 003型航母的满载排水量至少在8万吨左右 而根据外媒评估 003型航母的甲板长325米 宽度在74米 以两层甲板来计算的话 那么003型航母的舰载机数量 将会超过70架左右 如果实现满载的话 这个数字将会提升到80架 并且舰载机的类型和规模 基本上也都是向美国靠拢 不存在特例独行的方式 毕竟美国海军已经拥有了 接近一个世纪的航母使用经验 如果能够像国内媒体所述的那样 003型航母能够在2021年上半年 正式完成建造任务 开始下水试航的话 那么我国海军将会装备 一艘真正意义上的 现代化航空母舰 首先 舰载战斗机不需要再依靠 滑月甲板进行起飞 一方面可以实现满载起飞 另一方面 舰载机放飞效率将会至少提升 三倍左右 举个例子 尼米兹级航母输果将 70架金载战斗机全部放飞出去的话 只要蒸汽弹射器不出现问题 那么可以15分钟内全部完成 而山东舰放飞40架金载机 则最少需要45分钟 两者一对有明显的差距 放飞率在很大程度上 都决定了航母战斗群的整体作战性能 试想一下 毕竟当敌方航母才实现 4架金载战斗机升空的时候 以防战斗机已经升空了20架 两者前期发生空战的话 谁败谁胜 基本上一目了闪 而目前已经可以基本肯定的是 003型航母会采用电磁弹射了 与蒸汽弹射器相比 电磁弹射器不仅效率更高 而且对战斗机损伤也降到了最低 不过其唯一的缺点就是 技术难度太高 美国福特级航母支持无法服役 就是电磁弹射器的测试没有达到预期的设计标准 而易卓将军在央视上已经证实 国产电磁弹射器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进行过上千次的实验 因此 003航母焊装电磁弹射器基本上已经是水到驱城 所以其整体的战斗力 相比于现在的深东舰和辽宁舰 将会有很大程度的改变 假如003型航母是常规动力8万吨 那么003的价值是什么 为什么要建造一艘8万吨的常规动力航母 首先我们都知道 核动力航母才是我们的目标 这是无可质疑的 那么现在已经拥有两艘常规动力航母的前提下 现在为什么还要建造8万吨的003型航母 网上的论据主要是 1.小布奇挪 从6万吨一下子跨到10万吨 步子太大了容易扯着弹 2.中国没有航母和动力反应堆 下面我们进行一一分析 1.中国的航母是从无到有 直接到了6万吨 是由瓦良格号的基础 山东舰确实也是一定基础上的翻版 但是这个跨度难道不大吗 把瓦良格号放在其他任何国家 真正能够造出来的又有几个 包含俄罗斯 中国航母从无到有 是中国造船业几十年发展的积累 新中国建立后只有几百吨的小艇 但是我们还是慢慢发展出了 混卫舰 驱逐舰 一直到万吨大区 055万吨大区的批量建造 已经证明了中国造船业 已经站在了世界之巅 2.中国没有航母的核反应堆 这个我已经在之前文章中多字论述 世界上第一艘核艇1954年下水 中国从1958年立项 1970年第一艘核潜艇就已经下水 这证明我们的核反应堆技术从来不落后 上个世纪没有发展航母 只是没有航母的需求而已 但是新世纪以来 我们的航母的发展已经20年了 从1999年瓦良格号来到中国 辽宁舰的服役 山东舰的服役 20年核反应堆上不了航母吗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2.8万吨的003航母的价值是什么 现在我们反过来推理 假如003型是8万吨常规动力 那么可以搭载固定翼预警机 约50架左右的侵载机 这样的003型航母 确实能排到世界13位 因为前12位都是美国航母 那么003型航母服役后 能做什么呢 1.我们都知道 长期以来的近海防御策略 我们的导弹发展迅速 在近海3000公里范围内 根本没有航母的存活几率 这是世界共识 也就是说 在近海航母对我们的作用不大 我们需要的航母是走向深蓝 2.山东舰和辽宁舰 因为常规动力 没有和固定翼预警机 不能走向深蓝 只能作为航母大学培养人才 3.8万吨的003型航母 虽然搭载了固定翼预警机 海上的作战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但是航程仍然是极短板 在没有海外基地补给的情况下 依然不能走向深蓝 那么003型航母的价值还有什么呢 因此 003航母花费了这么久的时间 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理 肯定是不为了练练手 培养人才 它是被赋予了 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伟大使命的 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基石 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航母技术 相信科技军工人才 就像50年前河潜艇下水 005万吨大区批量建造一样 003航母一定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震撼 003航母采用的是总断建造法 就是所有分段都是在不同地区 不同车间生产 最后在船屋组装 也就是4号屋不再是建造平台 而只是一个组装的平台 这样10万吨的航母也成了流水线产品 可能大家没见过战斗机的脉动生产线 但是大家都知道 汽车的生产线 整个汽车所有部件 从不同的车间生产 各部件成型后 运到总装车间组装 然后试车 最后再由甲板运到各个3S店销售 采用总断建造法的航母也是如此 最后再由甲板运到两个手部件